最近的森林郎内有外患,即使罗斯得远50分,职业生涯新高,但是紧接着的下一场比赛,罗斯就因为脚踝酸痛而休战一场,今天森林郎客场队正开拓着,巴特勒又将缺席这一场比赛。 据言虎记者报道,巴特勒的轮休不是因为伤病,而是预防性的,换句话说,他的轮休是他害怕自己受伤,自作主张而轮休的。 对此,球队高层和主帅心搏度也无可奈何,NBA常规赛,森林郎1919-116输给勇士那一场。 巴特勒比赛最后在替主席上的举动,也同样耐人寻味。 他在鲁尼走上发球线的时候,同几万勇士主场球迷一起,挥舞着白毛巾带勇士加油助威,没有其他队员脸上的严峻神色,而是笑容满面。 森林郎好多球迷表示巴特勒应该几块被交易,但是森林郎始终找不到可以用来交易的。 他们的十字打开口,吓跑了包括任务在内的很多的球队,毕竟,公然挑衅球队本身就是几米的不对,更别说给对手助威了。 阿特勒本赛季场均出场时间36分钟,每场可以得到22,3分5点一个篮板,数据中规中矩,但是他在防守抓的贡献,远远不是数据可以体现的。 3D球员出身的他,主方对面投号的分手,的效果非常明显,是外线的一道大乍,但是出手次数过多,进攻手段单力则是他最大的短板。 NBA总裁亚当肖华泽表示,我希望联盟所有的球员可以对得起他们的合同,承身新的投入比赛,拥有球队荣誉感和个人荣誉感。 所以我不希望看到巴克勒这种情况发生,总裁发话了,巴克勒接下来怎么办,我们拭目以待。